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在下星期舉行 據知情人士透露,九尾露面的前第一輩人梅拉尼亞預計將會出席大會 不過他是不是會在大會上發表講話還不確定? 一位知情人士證實梅拉尼亞將出席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她丈夫前總統特朗普介紹將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 她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切角色尚未最終確定 梅拉尼亞曾在2016年共和黨大會上發表了講話 後來因為與米傑爾奧巴馬的演講內容相似而受批評 她在2020年大會上再次發表了講話 在最高法院對總統豁免權做出裁決後 前總統特朗普正式要求一名州法院法官撤銷對她的刑事定罪 稱她受到不公平和非法待遇 她的律師稱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不恰當地提供了受總統豁免權保護的證據 特朗普的律師要求紐約法官莫堪推翻有罪判決 並且駁回去年的起訴書 5月下旬紐約的一個陪審團裁定特朗普偽造商業記錄的全部34項罪名成立 目的是非法影響2016年的選舉 就在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之前 特朗普前律師科恩向色情名聲斯托米丹尼爾支支付了13萬元 讓他與特朗普的婚愛情保持沉默 特朗普否認有任何婚愛情 在星期四晚上的一場關鍵記者會之後 又有三名眾議院民主黨人呼籲總統拜登退出2014年總統競選 另外對拜登來說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 他在上個月的辯論中表現遭估之後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民主黨人公開表示他應該放棄提名 在拜登記者會結束之後 代表漢州的吉姆希姆斯 加州的斯科特皮德斯 和伊州的艾里克索倫森表示 拜登應該下台 因為他不是11月擊敗前總統特朗普的最強候選人 他們與其他13名眾議院民主黨人 和參議院民主黨人 為議期的行列敦促拜登下台 雖然最新的三位反對者 被一些人預測在記者會之後會爆發的抵制浪潮要少 但仍然反映民主黨內部對拜登 日益增長的不滿 拜登星期四召開的個人新聞發布會 是8月以來的首次 他上次舉行的個人記者會還是在11月16日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之後 在加州伍德塞德舉行 自2002年中雪期選舉以來 拜登只是舉行過4次的單獨新聞記者會 在新聞發布會上 拜登首先發表了關於北約峰會的內容 並再次強調了特朗普是如何批判北約 拜登說事實上 普京入侵烏克蘭的第二天 特朗普就說這是天才之舉 太好了 你們裏面的一些東西忘記了 但這正是他所說的